你 他又不能说话了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看来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他本来就有社交障碍 受到刺激恐慌或者焦虑 就会这样 必须尽快让他放松下来 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不知道呀 他一回来就在那儿算数据 一句话都没说 这次又不知道要缓多久 这次又不知道要缓多久 一般这种情况都和冰水缓解 但怎么着也得两三天时间 而且这次看起来更严重了 你来了回来干吗呢 给苏大神造杯冰水 是啊 这袋是天的 想不想吃冰激凌 点个买买买 想到一块去了 谢了 好 喂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还没营业呢 对面公司 对面公司也不行 我们这儿还 喂 可以送可以送 您需要什么呀 好 好 B1503 未来飞行 好 没问题 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好 拜拜 你干嘛 我们都没弄好呢 正好多做了几个 没开业就有什么 这是好事 我去送你 那行吧 拜拜 放开 你怎么过来了 你不来找我 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为什么不找我 我最近真的很忙 忙啊 忙着跟别的女孩谈恋爱啊 是啊 好 咱俩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们是男女朋友 但我有我的约会 你也有你的约会 并且我管不着你 你也管不着我 我很喜欢你 但并不代表我属于你 好 没有 没有 没了 这下好了 只剩下一个冰淇淋了 不过 直了 嗯 肃穆十八楼开会 嗯 你怎么在这儿 你干嘛 你干嘛 吃我冰淇淋 你干嘛吃我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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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什么星座啊 双子吧 你到底想怎样 你是不是想让我赔你钱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 或者 你说个数 你好让我心里有个底 可不可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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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双子 太分离了 这都什么人啊这是 这都什么人啊这是 走啊 开会去 奇怪了 这下好了 两个冰淇淋都没了 不过 他怎么在这儿啊 该不会再跟踪我吧 还是在这个公司上班啊 不能这么倒霉吧 啊 不会吧 又来 救命啊 你刚才叫冰淇淋呢 刚刚电梯坏了 不许人家也不愿意送了吧 算了 你先再说吧 苏慕 你怎么样了 好点没有 哦 现在放松了很多 也没那么焦虑了 我把芯片弄丢了 不过很快 我会重新测试的 我知道 不是百分百完美啊 也是不会推出的 一周到时间够吗 不过的话慢慢来 惠子啊跟森海那边 打过招呼了 他们愿意等你 我说过 我只需要一周 要不要给你换个 别的办公室啊 我想让你安静一些 不用 让别人知道的不太好 更何况最近 我要去新岳山测配 好 真好啊 之前我们那套房 也很少过去住 你直接搬过去吧 这样啊 你也能够安静一些 方便一点 那一会儿我送你过去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被您说中了 我太倒霉了 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看来你最近真的很倒霉 主要是我碰见 那个臭脸小哥了 他还把我冰淇淋给吃了 然后他一出电梯嘛 电梯就故障了 那你得离他远点 我们走啊 我们走啊 去哪儿啊 看来我们只能去喝酒了 走了走了 再不走又该倒霉了 碰见他 走了 回去啦 回去啦 送回去了 放心 投资人对苏默很有信心 让他放心测试吧 千万别有压力 是啊 这段时间啊 我让他搬到我星月山的别墅去了 安静一些 但是他这个问题 还是得赶紧解决啊 我有个心理医生 过段时间从北欧回来 要不试试 行 到时候啊 我带他过去啊 好 那改天出来商量 嗯 那先这样 拜拜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跑什么呆啊 上车 走